你自己現在一個人單身獨居 一個人的時光 看起來滿享受的 對於感情還會有 這幾天所有關心我的人 都出現了 就是大家 因為突然間 我決定要思考 獨居這件事情了 因為我也曾經試過 半夜那你知道床睡這邊嗎 然後我的洗手先在這邊 我要上廁所 我姐姐教我 如果你想要上完廁所 繼續睡著的話 眼睛不要張開 我就走 床腳還沒有過 我就轉彎了 我就整個人趴出去 我當下知道我的膝蓋流血 但是我從來不知道 原來跌倒會爬不起來的 你懂嗎 就是你 可以跌倒 你覺得不可能 你跌倒怎麼可能 我告訴你 我爬了三分鐘爬不起來 但我自己跟我自己講說 你一定要爬起來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一跌倒 你的肌肉 就整個就是緊張了 所以我怎麼爬 我就爬不起來 大概爬了三到五分鐘 我就終於讓我爬起來了 爬起來我就去上廁所 我繼續回到我床上 那請問這個過程跌倒 你眼睛有沒有睜開 還是你繼續這樣 不行 我要繼續睡 所以受傷了 現在沒辦法睡了 沒有 我繼續睡 你還睡 我知道如果 我的睡眠品質不好 都流血了嗎 對 我知道我的睡眠品質不好 如果我起來清洗擦完藥 我那個晚上就不要睡覺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不要管他 我感覺到他在流血 我不要管他 我就繼續睡 到早上起來床單 因為一盤血就血 那對我來說 我自己還拍一個招 你真的是很冷靜 我們現在變了一個強調 這種自癒 自己療癒的那個能量 所以這幾天 每一個人都關心我 每一個人都說 你確定還要獨居嗎 對啊 然後他說 你的床頭有沒有緊急靈 我說 我如果突然間昏倒 我緊急靈 還不會騎到我就昏倒 對不對 我覺得萬般都是命 沒有 有一些危急 事故或需要的時候 我有人跟我同住 他在隔壁房間 我要走 我還是會走 但多一個人 總是多一個照應 是沒錯 多一個可能性 但是腳腳不行的話 你給我童童說 我媽媽要上廁所 你跳不起來 還好我女兒在美國 她一定會氣死我 妳把她出賣了 那寶貓現在對感情 還會有期待嗎 我沒有期待 沒有期待 我最近我們三個人 三個伴侶 三個 我 陳美鳳 南新梅 我們常常出遊 一起 三位黃金女郎 去做任何事情 還好妳講這樣 我想說現在有三個 妳有三個伴侶 沒有 這樣沒用 我們非常 我們當然 我們覺得這句話 真的也不公平 因為有的人真的夫妻關係 也過得非常快樂 但是因為現階段 我們三個人 覺得單身 還挺好的 因為說走就走 對 說吃飯就吃飯 不用說 我要來回家 可能吃到一半 不行 我要回家了 都沒有 我老公在叫我 我們都沒有 沒有家壘 沒有 那這一點 對現代的女性 因為現代自主的女性超多 對 然後妳就會覺得 我們沒有 渴望或是覺得 我們好像少了一個 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然後我們三個人 曾經坐下來 聊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覺得 但我們三個都 很真心地告訴我們自己 心裡面說 其實我們這樣子 也過得還滿快的 你講出很多女生的形式 新女性的形式 我們沒有刻意跟人家說 我們單身很好 其實真的不是 是因為我們在過了 這些年的日子 我們覺得 其實單身的形式 是因為你自主的選擇 來算的話 大概女性會有 二十二點四年的 單身時間 就是包括先生的 包括已婚的也是 因為有些上偶嘛 因為男生年紀比較 女生會有二十二點四年 平均 那對男性來說 他時間是比較短 但是也要懂得 在自己的這個人生當中 讓自己活得好一些 那如果你身邊有 有伴侶很好 如果沒有 怎麼讓自己過好 那當然政府 也要機制去搭配 比如說對獨生的 我們是有專門的一些 是 注意安全 還是有通報一下 還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能夠追蹤一下 這樣子 所以每個人到學期 自己把自己的生活過好 不管是一個人或是兩個人 那其實寶媽 妳在五年當中 妳幫了六位家人 辦理了這個身後事 聽說妳對自己 也做了一些準備 對 因為其實妳 妳每辦一場告別式 妳就會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這個 我也不要這個 我也不要這個 妳懂嗎 就是因為 我每次在辦告別 妳知道其實 告別式都是我在主導 就是要做什麼 不做什麼 我們有時候都會被影響 因為我們政府現在提倡 簡約 就是葬禮 大家所有的 就是簡單就好 不能燒什麼也不能 我覺得這非常好 那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往生者的家屬 當殯葬業在告訴我們 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那個時候 我們會被牽引著走 因為他會說 如果你不這樣子 然後就會怎麼樣子 然後有人說 我們這些晚輩 會不會影響到晚輩 或怎麼樣 所以都被牽引了 但我覺得現在有一些 殯葬的合約 就是套裝 就是十萬全包 妳也不要再告訴我 妳明天要加我多少錢 後天要加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但是因為我看到的是 第一 我跟我女兒說 我不喜歡煉金 不要給我煉金 然後曾寶儀就說 那我煉呢 還是不要煉太長 因為我覺得很累 聽得 然後那個飯 曾寶儀 我真的不喜歡吃冷飯 所以要桌面服務嗎 還在 然後我女兒就說 媽妳真的很煩 妳剛不是說簡約 妳要求好多 我就跟她說說 我什麼都不要 我什麼都不要 然後買塔位也是 我先是因為我媽媽 買在B1 然後後來她就蓋上去 就樓上頂樓是開陽的 我就跟曾寶儀說 我可以升等嗎 因為她付錢 其實這是非常好 就是我們開玩笑說 那個社會局 是應該顧到我們生命當中 從搖籃 我們是沒辦法到墳墓 因為我們差不多生命 我反對長照 我根本就是短照 我也很反對 生命最後只要像北歐一樣 半年就好了 我們現在是八點四一年 在衛生局的失智失能 太長了 假如只有半年 然後最後是明正局 就生命禮儀的 如果你快快樂樂的 過你的人生 然後只有最後一小段時間 給人家照顧一下 然後就去 然後把這件事情 都討論清楚 然後大家都理性面對 現在就好好的去分析 但局長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一點就是 捨得放手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深的學問 我相信我們現在 在告訴大家說 你們要放手 其實當下 當下你在急診室 當下 不會有一個人 敢跳出來說 不要 沒有人敢講 局長 我跟你說真的 但是一坐下去 那個慢慢的長路 是沒完沒了的 就八點四一年就來了 所以我還是跟所有人說 就是說我們當在學想要 我也想要有這個 我也想要有這個 請大家再想一下 我可以不要什麼 我也可以不要這個 在局勢帶著要常常 想這個問題 這樣子你就不會為難自己 對 你不為難自己 等於不為難你身邊的人 對